嗯 這就很是妳的奶茶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吃飽 我是Dana 今天我要拍的是 其實說私行行單就是我跟我弟的私行行單 對因為我們兩個就是很蠻愛喝老賴的 我其實是去台中喝的 我有喝過就是原始那一間店 但我覺得他太甜 所以我還是去喝就是手藥店 然後我那時候連喝五天 我也幾乎一個禮拜喝五天 因為我公司附近就有開一間所以很方便 我同事都去買 一開始是因為裡面的店員去買 後來我不是啦 他們是 然後後來我喝下去哇太好喝 我就自己都會去買 那我就是老賴出體驗 今天就是要推坑他 到底會不會推坑成功呢 讓我們看下去 大家想要看更多手搖杯的分享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們喔 然後按開小鈴鐺 好話不多說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喝吧 今天所有點的都是 一分糖為冰 第一杯我們要喝的是 老賴紅茶 它是比較古早味的那一種紅茶 它是比較古早味的那一種紅茶 在傳統的早餐店 他們自己煮的紅茶就是這個味道 但是我愛喝的不是他的紅茶 我愛喝的不是他 我愛喝的是別人 我覺得他的紅茶有一點色 所以我自己覺得還好 但是我真的覺得一分糖就可以了 如果你喜歡喝那種 傳統早餐店自己煮出來的紅茶的話 你應該會蠻愛的 那這杯老賴紅茶得到分數是 6.5分 那我們現在來喝的是招牌奶茶 傳統古早味 早餐店的奶茶 是有點喝得出來那個奶精味的 對 奶茶也不是我的主配 我這杯算第三名 但是我覺得它好喝的原因 是因為喝起來就很懷念 就是我以前吃早餐就是這個味道 它喝起來算蠻滑順的 奶味有再多一點 那我是有在愛奶味的 所以喝起來我就覺得很濃醇的感覺 你喜歡奶味重一點的話 就是你應該會蠻喜歡這杯奶茶 它有點改良版的傳統早餐店奶茶 我有時候奶茶我就算喝奶精的 我不一定要喝鮮奶茶 我就奶精的 就喝起來一整湯就爽 對 那這杯招牌奶茶得到分數是 7分 接下來我們要喝的是 太后牛乳 這本人就是超級私心腿 我就在台中連喝它五天 而且一分糖剛剛好 對不能喝五糖 五糖不行 太澀 這就很是你的奶茶 我懂那個感覺 所以它蠻清爽的 對 奶的味道就是蠻濃的 可是它又不會讓你覺得 有點噁心過多 最要說的是 之前都是給它多冰 因為它裡面是小碎冰 對他們都是用碎冰 小碎冰真的是讓我整個少女心膨發 因為很少飲料店它是給你做碎冰 還有口感 邊吸到那個碎冰搭配那個 太后牛乳的感覺 對我來講我覺得它的茶味不夠濃郁 如果你比較愛奶香 或是喜歡清爽類型的鮮奶茶的人 會愛喝的 它的奶香可能大概6比4 那這杯太后牛乳得到的分數是 7分 接下來我們要來喝它的清霧綠茶 那清霧綠茶我們就都沒喝過 只是想點點看說 看看它綠茶好不好喝 這綠茶很厲害的 沒什麼味道 好醒腦喔 我覺得它味道蠻濃的耶 我跟你說 它有一個味道很突出 然後其他沒味道 就是也是很澀的 超澀 它很像飯店送你的那個綠茶包 然後你自己泡 沒有你要泡米酒 我忘記把茶包拿出來 它只有色味 它也沒有什麼茶香 水味跟色味 水味跟色味 好有趣的一杯飲料喔 才有成功 成功 清霧綠茶得到的分數是 3分 接下來我們要喝的是 豆香紅茶 其實它沒有不好喝 只是因為我不愛豆漿的味道 可是其實我沒有說不愛喔 我覺得它的豆漿味 有一點太過濃郁 我還記得上次你們買的那個豆漿 對 那個豆漿很清爽 對 對 但我平常豆漿都喝無糖 所以我喝這個我就有點不喜歡 那就豆香紅茶就推薦給 非常愛喝豆漿的人 可能一般飲料店比較少這種東西 對 我是覺得很古早味的 豆香紅茶得到的分數是 6.5分 再來我們要喝的是 太后冬瓜奶 來 欸 它的冬瓜真的都好 喔 好冬瓜喔 它的整個味道調得非常好 上次喝可不可的那個冬瓜鮮奶的時候 它的鮮奶味有一點點太出來 但我覺得這一杯是冬瓜味大於鮮奶味 然後它的冬瓜味的味道香氣很濃郁 所以我就很喜歡 它的冬瓜香你不會覺得很甜膩很噁心 它是很清爽的冬瓜味 它還有一杯冬瓜奶我最愛 沒點到很可惜 它那一杯也是不能調甜度 但是就是要跟它講多酸 超好喝好喝到炸掉 真的假的好想喝喔 它也有這個冬瓜的一樣的味道 然後又有那個酸一直頂上來 就不會很膩 這杯是我第二名 但是它的甜度大概有半糖 所以大家自己斟酌 可以冰塊多一點 或者是回家自己加鮮奶之類的 太后冬瓜奶得到分數是 85分 歡迎來到水版的爛笑話時間 如果有一天就是你回家發現 門打不開了怎麼辦 你就只要鎖匠來開啊 多門而出啊 我不是上次講過 不是啦 不是哪一個 答案是 找研究所的學長來幫忙 找研究所 研究所 找研究所的學長 請問Cindy跟誰水火不龍 不知道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不知道 答案是Judy 為什麼 因為Cindy不去 Judy不來 還有還有一個 為什麼台灣彌虎敢打黑道 為什麼台灣彌虎敢打黑道老大 因為它有紅屁股 不是 因為它是台灣特有種 哦 謝謝 我覺得我們這笑話有慢慢在就是 往上升 大概有這樣覺得吧 那喝完了以上 我們就是私心清單之後呢 我們各自選出了自己最推的一杯 自己在老奶茶店裡面最喜歡的一杯是 菜後冬瓜奶茶 冬瓜香氣非常的濃郁 那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也蠻推薦大家去點點看冬瓜檸檬的 超推 那我就是唯一腦本 菜後牛乳 我就推薦 招牌奶茶 那我要推薦它的 好的 那我們這支影片差不多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按讚 這次呢也算是網友推薦給我們 也是很新新流行的飲料店 那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還有哪一些 就是你覺得很新新好喝的飲料店 然後我們也會去喝喔 記得訂閱吃吧 讓我們一起幸福的吃吧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像我們去買 我們都會問他推薦什麼 他會跟我講說 假如你不能調甜度的就是 冬瓜鮮奶或太厚冬瓜奶 可是他說假如調甜度 他都會推薦我們招牌奶茶 他都沒有推薦過我們 紅茶跟綠茶 店員自己也知道 不能推薦 不能推薦 不是 挑軍